好 好 接著我們來看一下整個圍影步驟的順序 晶圓要先進入到圍影製程之前 首先第一個讓它洗乾淨 因為我前面講過 圍影步驟的下一步 基本上就是十顆握力這步驟 那如果這時候上面表面有任何圍影的話 在做十顆圍影步驟的時候 它就會擋不住圖案 它就會擋到圖案 就沒有辦法完整圖案畫 所以首先要先驚起晶圓 讓那些圍影給清除掉 畢竟晶圓懸乾之後呢 要進入到上光組之前 表面可能會有一些瞬氣殘留 所以通常會先封烤一下 這叫做浴烤 浴烤就是為了讓晶圓表面乾燥一點 就晶圓表面乾燥 晶圓清洗完懸乾完乾燥後 開始要塗光組了 但是我前面講過 我們光組跟晶圓的接面 我們很怕它的附著力不好 所以為了避免附著力不好 在上光組前呢 我們先上個底漆層 這個底漆層就是拿來拿做 光組跟晶圓的黏鎖起 避免有一些比如說金屬 金屬表面很光滑 光組上去就弄不好塗布 所以先上一個底漆層 底漆層上去之後呢 它就可以提供很好的附著力給光組 所以底漆層上去之後 再把光組塗布上去之後 光組就可以吸附在表面好好的 光組塗布上去之後呢 光組剛塗布的時候 是一個黏稠的一體 它是一個勾勾黏稠的一體 因為它旋轉把它塗布上去 塗布上去之後呢 接著軟鎖 所謂軟鎖就是怎樣呢 把一些水氣大空給蒸發掉 也就是誤化我們的光組 光組剛塗布上去的時候 是一個黏稠的一體狀的東西 我們要讓它凝固一下 給它稍微凝固一點 所以就用軟鎖 這叫軟鎖 軟鎖完之後呢 接著就送到曝光機裡面 去做光照的對準曝光 曝光光照到光之後呢 晶圓再拿出曝光機之後呢 再送去機台裡面 泡化學融機裡面去協議 把圖外寫出來 也就是將照到光的光組 溶解掉 溶解掉完之後呢 一樣溶解完之後 協議環節叫定 定是什麼呢 把光竹劑給洗掉 因為光竹劑是會十顆光竹的嘛 協議劑會十顆光竹 而它十顆掉照到光的光竹之後呢 你要把它重刷掉 重刷把協議劑 重刷掉這個故事稱之為定 就是把影像給確定出定 定完之後呢 接著會使用烘烤 把攝影的溶劑水分烤乾 就讓它完成變成硬的固體了 因為整個系統現在是自動化系統 什麼叫自動化系統呢 從浴烤到軟烤曝光之前 機台會完全完全完成 這部是送曝光機 曝光機完 出案之後 鹹硬加地理加工卡 一體成型 在同一個機台裡面完成 完成完之後 才去做圖外檢查 所以圖外檢查是最後 這是半導體 半導體場裡面 會放到這一部 就代表作者是學校的 因為這是學校才做的事情 學校它都沒有自動幫你 寫影跟考的機台就是這樣 人工自己拿去寫 拿去考 拿去看 那只要你的圖外發生錯誤 就要重判 就要把光阻洗藥 整片石色料重判 那所以通常在學校 如果是需要做實驗呢 在進考之前會先做圖外檢查 因為圖外檢查只要沒有過 你一定考慮是白搭 還是要整個洗澡 所以圖外檢查都在進考前 這是在學校的時候 因為學校的時候都是 人自己去步行 自己去檢查 自己去檢查 自己去後考 但是自動化機台呢 這些步驟可以同時一起完成 完成後再去檢查就可以了 所以自動化機台 圖外檢查是放最後的 好 講完這個大概步驟自動呢 記得要開始進去看 裡面的每一道步驟 它的流程是怎麼樣 要先清洗 清洗就是表面要處理乾淨 然後呢 浴烤然後表面敷開之後 浮光阻 光阻塗外上去之後呢 是軟的 是硬體狀的 要先讓它變成固化 蒸發一個固化 然後對準固化到浮光機 浮光機完之後再回到自動化機台 怎樣呢 浮光機之後呢 要來就直接寫 要來就什麼 前面講過 化學增強 赤光粗就是怎樣 浮光光之後不急著寫 先烤一下讓它光酸繼續擴散 完整的發生化學 反正就會加這一道 這一道呢 看是什麼製程 有的製程有的製程不見得會有 option 好 鞋影完之後呢 鞋影就是硬烤 鞋影完 鞋影電子會再重一步完成 鞋影完就是噴 鞋影機下去溶結 溶結完之後呢 在同一個地方 改噴水 就是一個噴頭是噴鞋影機 鞋影機噴完之後呢 再換一個噴頭噴水 把鞋影機給沖掉 沖掉了之後呢 接著懸乾完 懸乾完就送到硬烤桃去把它沖開 烤乾完之後再就是光學前色 ok的就是送去十顆 或者送去粒子 如果不按摩ok 把整個光阻撥料全部重來 而光阻撥料呢 那基本上有兩種東西可以撥黃阻 光阻止有機物 前面介紹的酸解裡面 具有機物的是什麼呢 又是硫酸 ST很好用啊 硫酸是弄的 各位 秀口融化 用不用 但是硫酸又會去金屬 所以如果你下面的 下面的材料有金屬的話 就不會用去硫酸 因為知道那個材料也會被去除掉 所以另外一方面還有一個做法 就是用丙酸 丙酸是什麼呢 丙酸就是去光水 就是你還在塗指甲的時候 指甲油要去掉的時候 就會用這個丙酸 去光水去除掉 丙酸也會去光水 把光阻去完之後呢 再重做再重驗 如果塗完以後 好 所以 課本舉一個例子 假設那些摩斯沛 摩斯沛的雜吉要補完的話 這是摩斯沛的isolation 這是摩斯沛的gate asset 這是摩斯沛的gate 它是用多金屬的雜吉 開始要拿補完框 現在還是一整片的多金屬 我現在要記出雜吉出來 怎麼做呢 一樣 清洗完之後 烘烤乾完之後 上底清程 底清程上完之後呢 上光阻 光阻上完之後呢 誒 光阻上完之後去 軟烤 軟烤的過程 因為它跟烤的時候 水分會被蒸發掉的部分 所以它機器會變小 因為水分蒸發了嘛 它乾了嘛 它會 dansom有點大 力度會變高 所以它會變薄一點 然後呢 重新曝光 曝光的時候上面有光照來擔光 所以你要留下來 留下光阻的地方 就是雜吉的長度 你要擔光 其他地方就是透光 然後照光 照光之後呢 要留下光阻的地方 就沒有被照光 就是有圖案的地方 就是留下光阻 沒有圖案的地方 就是不留下光阻 照光之後呢 它就產生光鑽 反正光鑽之後 就破壞發學點擊 照完光之後呢 你可以烘烤 烘烤就是剛剛講的 要增強發學性光阻 就是增強它的發學環境 破完一關之後 烤一下可以增強它的發學環境 然後呢 然後接著去做鞋 鞋椅就是溶解掉 變成光光光阻 鞋椅完之後 沖水定 把多餘的鞋椅 全部沖掉之後懸乾 懸乾完之後呢 就可以開始烤 把剩餘的水分烤掉 把它變成純固化的東西 就把它固化 就會叫做硬烤 硬烤就是把它固化 裡頭還要更清楚地固化它 好 那這時候就完成固化 接著就可以送去石殼 送去到石殼機台的地方 石殼機台就是 它就是石殼多金器 而光主就會阻擋石殼 所以多金器就會被石殼成 一個game出來 就會石殼出來 所以 一些人一步一步來拆解 第一幕晶圓清洗 是因為如果晶圓表面有 污染物的話 你會經常到後面的布光 就算沒有污染物 表面也應該清洗乾液 才可以提供比較好的附作力 提高好的附作力 所以 一開始禁 光光起來會清洗 而這個清洗需不需要用RCA 不見得 有的時候 有更多時候只是怎樣呢 只是用超純水沖沖 把一些粒子給沖刷掉 然後懸乾就可以了 不見得會經過RCA 不見得 要開始打一道神 然後呢 最主要是要去除表面的粒子 因為如果 即便表面有粒子 你在塗布光阻的時候呢 它就會讓局部的地方 造成有貧厚 有針孔 也就是光不在的地方 就被包住 它會被你的克力擋住 諸如此類 它就會產生缺陷 然後呢 光阻在清洗完之後呢 就是要先把表面給乾燥 把表面的水氣濕氣給空烤掉 乾燥的話 你就可以想是乾燥 那這一步通常都在 150到200度C 烤得一兩分鐘 那實際上 只要超過100度C 放下去水就會蒸發了 所以乾燥只要超過100度C就夠了 超過100度C 基本上放一分鐘 其實30分鐘就很夠便 去看你要求有多性質 它根本這邊這樣是150度到要快 無息烤一到兩分鐘 這只是為了烤乾而已 因為前面它有在沖水 所以把水分烤掉 烤乾之後呢 接著讀底七層 底七層的材料 叫做六甲級惡物丸 聽起來這樣倒是後面的準確 沒有人在背這個英文啊 你想要看他學你的英文多強 在背下來喔 豐富 真的 我們就直接講HMDS 底七層是使用HMDS 最常用的是HMDS HMDS這個底七層是怎麼上去的呢 HMDS會把它正氣化 你會在一個150度到200度的烤箱裡面 通過HMDS HMDS很容易揮發 在150到250的情況下 HMDS就會變成正氣 那你的晶圓在裡面就像洗三溫暖一樣 你進去之後呢 它的正氣 裡面都是HMDS的正氣 而晶圓的表面在加入油門上面 或是在烤箱裡面 通常是用烤箱啊 不用加入油門板 不過如果在裡面 裡面有正氣 那正氣自然就會附著在晶圓的表面 你就想想 這個槍體裡面有很多正氣 晶圓一進到這個槍體 當然晶圓先進這個槍體拆同HMDS 因為HMDS對你的體驗不好 所以通常不會亂噴 幹嘛是怎樣呢 槍體打開的時候 你也沒有HMDS 裡面會抽真空 避免槍體打開的時候 HMDS可以投出來 所以HMDS平常都是關著的 你的槍體打開來之後 晶圓放進去 槍體關起來 然後抽真空 然後槍體裡面是熱的 是150度下來的 然後再把HMDS的 它比較是水容易 它比較是容易狀態 然後它跟這個槍體 是有一個管線線的 把這個管線打開來 裡面會有高溫 這裡的HMDS 就會收到這裡的高溫 揮發進去 揮發進去 就變成蒸氣 蒸氣狀之後呢 它就會附著在晶圓表面 所以它是利用蒸氣來 突兀在晶圓表面 然後突兀在晶圓表面之後呢 時間夠了之後呢 就要把那個 HMDS的管道關掉 管道關掉之後呢 它在等一段時間 它要抽真空 把剩餘的HMDS的蒸氣給抽抖 抽抖之後呢 才可以把槍體打開來 晶圓才會拿出來 擠手裡把它拿出來 好 拿出來之後呢 接著就開照上方組 當然拿出來之後 要讓他們量一下 因為HMDS是在150度到250度的 溫度左右去上 所以拿出來之後呢 要先讓它拉量一下 回到室溫之後呢 再手去塗光主 好 那光主的塗布就像這樣 晶圓放在轉盤 轉盤中間會有個吸孔 吸孔呢 這裡會有幫助抽真空 晶圓一放到載台上面 載台抽真空 就把晶圓給吸住在載台上面 然後光主從正中央金融坑堆 塗到中間之後呢 它就開始旋轉 塗了再旋轉 不是轉了之後再塗 轉了之後再滾上去馬上 這樣下去就馬上就停掉了 一定是這樣子 吸住之後 一到 塗布上去滴上去 滴大約50塊一米的大口之後 它就會旋轉 一旋 馬上就 整片都是光主 它是用旋轉的方式 然後呢 所以 基本是放置在去有這麼多吸盤的轉軸上面 然後在高速旋轉之後 它可以吸入金融 把機械的光主 滴在旋邊的時候 你心靈就會讓它散佈到左邊的光主 而散佈到左邊的光主的時候呢 接著呢 胎身就繼續旋轉 然後旋轉可以控制什麼 最後的光主的中極厚度 由誰來決定 由轉速所決定 轉速越快 你心力越強 被甩出去的光主就會越多 那你光主的厚度就會越高 轉的越慢 你心力比較 力量比較小 那甩出去的比較少 那光主的厚度就會比較滑 所以 基本上面用轉速 還有轉的時間 來控制厚度跟均勵度 所以 這個就告訴你 這就是不同的轉速 同一種光主 轉速越快的 會越廣 轉速越快的會越高 再來 它跟黏字係數有關 我們都知道 黏字係數越大的 它就不容易被炸掉 黏字係數越大的就越高 它的 就是吸附力越強 它就越不容易炸掉 所以 同樣的短數 你選用不同的黏字係數的光主 它呢 附著力越強 它的厚度就會越高 那同樣的黏字係數之下 轉速越快它就會越高 所以 光主的調配 是由 配方用力 以及 它有對應到的recept 對應到的程式 反而是 一般公主的厚度 都到麥桶級以上 一般公主的厚度 都到麥桶級以上 但是 走到先進製成元節的時候 突然話越來越小 我先跟講過 公主就要 越薄 其心度它越好 所以呢 現在的先進製成技術 公主都不到一麥桶 都不到一麥桶 都不到麥桶級的 大概只有 五百年用英特以下 你千年從裡面 王主 所以 光主的厚度是怎麼管 黏制性 表面張力 其實這兩個差不多了 黏制性不同 表面張力不同 在什麼轉速 加速度還好 其實最主要是 控制轉速跟時間 這裡才是我們 一般在控制的 主要在調整的 其他的都是 直接拿到最大的 你說光球選定的 就固定了 然後呢 加速度就是 你的轉速 從0到 1000轉到2000轉 中間要7秒鐘的時間 這個還要 這影響力不是很大 影響最大的是什麼呢 影響最大的還是 你一直轉都轉出來 那加速度影響比較大的距離度 如果你一開始轉太快 如果他免治係數不夠恰 你一開始 0到1000 瞬間在1秒那一回程 就轉下 那光球瞬間就會 直接雪空的懸掉 那他就沒有辦法 固域在整天光球上 所以一般加速度 不會讓他太快 就是 他不是法拉力 0到100公里 只要3秒以內 沒有 好 他不會加速的整個快 我們會給他 適當的時間 讓他可以加速上去 確保什麼呢 在加速的過程 是要確保 讓光球大致的均勻 分布在自己的經驗表面 所以呢 基本上旋轉 不會一次到位 他會分兩階段旋轉 第一個轉數 是比較慢的轉數 我從0開始轉 轉到1000轉 1000的RPS 每秒 每分鐘1000轉 RPM 每分鐘1000轉的話 轉數比較慢 他可以讓什麼呢 光球大致的先 均勻分布在裡面 人人有分 之後呢 這個可能來個 staff到5秒 可能5秒左右之後呢 接著開始第二轉 升到最高的轉數 可能是4000轉 或4500轉 喔 欸這時候的轉數 就是來控制摩後 啊 所以一般的旋轉 會分兩階段旋轉 第一旋轉數比較慢 第一階段旋轉數比較慢 第一階段旋轉數比較慢 是為了讓你中途 均勻的先浮布在表面 接著推到 高速的第二階段旋轉 那個就在控制摩摩後度 摩摩後度 所以你會看到 基本上時間跟轉數是 會先上升到第一階段轉數 大致 再上升到第二階段轉數 來 讓摩摩的後度 控制後度 然後最後再停下來 好 那 停下來的過程中呢 首先 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光阻在突破的時候 你會看到 晶圓 整片晶圓 甚至連晶編 就是晶圓的旁邊 都會震得到光阻 而我前面講過 光阻在突破上去的時候 它還是個濃稠 離開中的東西 而 晶圓在移動的時候 是用機器手臂 去承載它的 所以這時候 你在旋徒它的時候 你的晶編也有光阻 如果這時候 用機器手臂去夾它的話 那機器手臂 是不是就會震到光阻 那他再夾下一件晶圓的時候 機器手臂邊編 就會有光阻 而光阻只要乾掉 就會變成毀力 那就不好 所以 在旋徒完的時候呢 旋徒完之後 機器手臂 要夾它之前 要先做一件事情 洗晶邊 要把晶圓周圍 煙邊的光阻給食喝掉 這樣的話 機器手臂去夾了之後 才不會碰到光阻 所以呢 在旋徒光阻的時候 會有一個小細節 叫做洗晶邊 今天 叫做EDR 洗晶邊 EDR EDR在做 邊緣球狀 不移除激素 那EDR是怎麼做呢 EDR的過程是 這個CV 它的持續是說 經營人最特別的地方 它會碰溶解光阻的 溶進溶進 那 噴在這個地方的時候呢 這叫設計猴 因為它會溶解光阻 如果你的角度不好 它在噴的過程中 彈到裡面了 那這邊就毀掉了 所以它的角度要控制住 它洗晶邊只能讓光阻往旁邊洗掉 不能往裡面洗掉 很危險 所以洗晶邊是很高速的技術 所以你會看到 光阻塗不完之後 它就開始噴EDR 就是噴溶解光阻溶進 把邊邊洗掉 所以晶捲的最外圍一圈 是沒有光阻的 這樣洗晶手臂去夾大的時候 才不會弄當洗晶手臂 所以 懸吐完之後 洗晶邊 用EDR去洗晶邊 好 今天洗完之後呢 光阻終於上去了 但是比較強調 這時候光阻還是太壯了 光阻的苦度上去還是太壯 所以要先送去 HOPCAR 而這時候 HOPCAR大約用90度的溫度 不會換一換 90度的溫度 把水性 先暫時給蒸發掉一點點 讓它 怎樣呢 讓它固化一下 讓它凝固一下 所以光阻苦之後 會加熱 驅除內部的溫度 讓光阻從液態 轉成固態 而且在這個過程中呢 也可以增強 光阻在清雲表面的吸附力 好 因為加熱 讓它凝固 並且吸附住 好 那如果烘烤不足 或者溫度太低 或時間太短 那附阻力度 不夠了 可能就會剝落了 所以 這個 趁住而言 烘烘烘 之所以叫做軟 是因為它的溫度只有90度 後面還有一個叫清晶烘烘 它的溫度叫120度 所以相較120度來講 90度就是比較低溫一點 所以比較低就叫做軟 你只要高溫 你就叫清晶烘烘 所以這裡就叫做 Slowback 軟烘烘 那軟烘烘的過程中 如果你烘烘太多 你的溶劑蒸發到太多 就會讓你的感光劑失效 變成什麼呢 照到過 大概發生化學反應 可是你烘太久了 那個感光劑都已經被烤焦了 或是烤焦了 就不會發生感光劑的效果 所以如果烘烘過度 你的光劑就 你就會讓你的渠流的間接更強 然後感光劑的效果越差 你照到光它都不見得會裂滑 照到光它都不見得會斷掉 那就造成不光不靈 所以不能光烘烘過度 那烘烘過度 就會造成化學催化作用 就不夠好 加熱或是對流的耳溫烤箱 就是一個勾力好溫的三分方向 經緣就送進去加熱 直接溫度就always留在那邊 所以經緣循環之後就會送進烤箱裡面 當然他講的還有的是什麼呢 有人用微波源 這個我從來沒看過 我大概看到就是烤箱裡面就已經有熱對流了 裡面是高溫 經緣放進去之後呢 就是讓他在熱風在那邊吹 熱風吹 吹完之後呢90度大約90秒 90度大約90秒之後拿出來讓他冷卻 冷卻到室溫的時候呢就可以送去吳王 送到機台要吳王 所以就要送到吳王機 整個烏箱裡面最貴的機台吳王機 以前是磷子磷子現在是吳王機 吳王機很貴 那吳王機就開始要對吳王 他就將光照上的圖案 附到機能表面的光線上面 所以解析度要高 對準也要很精準 然後呢就因為 現在的曝光技術跟早期的曝光技術 有一個很重要的差別是什麼呢 圖案在轉到機能表面的時候呢 有兩種過法 一種叫做接觸式的曝光機 一個叫做非接觸式的曝光機 什麼叫做接觸式或者是叫做進階式曝光機呢 它其實說出來就是光照上的圖案 跟晶圓上的圖案是1比1的尺寸大小 那就有點像概念上的形式一樣 光照上的圖案直接轉移到晶圓表面 那它是什麼曝光呢 它是光照跟晶圓是幾乎是接在一起 幾乎是touch到 也就是光照會晃到光主 或者是就算沒碰到光子 就算沒碰到光主它也只有很小的一條距離 為什麼 碰到光主最後 因為我們都知道光在經過遐凍的時候 它會散射 所以如果你的光照離晶圓越遠 原本光是打直的下去 經過圖案的話 假設今天這個光就是一個方形的圖案 光透過方形的圖案就會向外散射 對不對 那你如果晶圓離光照越遠 它散射的小度越大 你曝光的形狀就會越模糊 那所以光照離晶圓越近 光一經過光照馬上就打到光主 那這時候果然是最瑞人的 最漂亮的 就是光還來不及下四周散射的時候 就直接打到晶圓表面 而且直接碰到光主的底部 這樣是最好的 所以 早期是接觸式光照是什麼呢 光照上的圖案跟晶圓上的圖案 是一對一的 一比一的 光照是多少 是多大的圖案 晶圓表面就是多大的圖案 這個叫做接觸式曝光 這種光照叫做接觸式的光照 那接觸式的光照 那接觸式的光照的缺點就是什麼呢 因為光照會跟光照接觸 而光照前面講過 他是有幾乎的容器 的機體狀 雖然烤乾了 但是你碰到他 你的光照表面就會 踏直到光照 就會沾到光照 那你沾久了 每一片都要碰到一下 每一片都要碰到一下 一盒二十片 碰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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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碰 碰到壓到光照 再拿起來 很有可能表面就會沾到光照 再讓光照碰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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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碰到,在分離的時候就會產生微粒 就會產生微粒 而這個微粒就會領住在光照的表面 那使得你繼續在重複使用的時候呢 就會發生很多的微粒無量 所以這個通常是實驗室在用的,學校在用的 那因為是接觸室的,所以呢 接觸室就碰到它,所以會髒髒的 所以大部分都不想要直接接觸,是怎樣呢 最好有一個小片,這叫做進階室 進階室就是說不直接碰觸 但是呢,我的距離也不大 只有10到20mAh 但是只要有多一點孔性 光就會產生多的折射 光,當然大家就知道是發生折射 解析度比較差 就這樣,直接接觸解析度比較好 但是會有污染問題 而進階室不直接接觸的話 沒有污染問題 但是就會有光會散射的問題 就會進階室的問題 但是這些都是某大尺寸元件的時候 才會使用到這種接觸室或是進階室 它們的特色就是光照的圖案 跟晶圓上的圖案是1比1的 是1比1的 而現在都是使用投影式曝光機 所謂投影式曝光機是怎樣呢 光照距離晶圓有一段的位置 而光源呢,經過透鏡 透鏡呢,光是四散的 經過透透鏡把光束成直線的中序 再透過光照上縮下去 這樣子 這叫投影式的 投影式的好處就是怎樣呢 投影式的好處就是 光照不需要跟光接觸 而且它利用透鏡來控制光的散射 因為突透鏡可以束光嘛 它可以把光束進來 約束進來 那這個系統會在哪裡呢 這些透鏡的設計 因為你不接觸的話 你的光膠保持它不要外散 所以呢,透鏡不會整個組 透鏡通常會有淘機組 甚至不完光 倒不倒在透鏡 還在加一個淘機 這些透鏡光學組就會比較會 就比較退 但是它有附光度解析 解析度 而且因為沒有接觸 所以不會有威力汙染 那它投影式的附光系號 那投影式的附光系號 因為可以藉由透鏡來控制光的行進方向 跟光束的大落效 所以又開始呢 利用透鏡來做一件事情是什麼呢 我也可以將我光照上的圖案給縮小 利用透鏡的方式縮小 就好像有放大鏡 反過來用就可以縮小的效果是一樣 就等於是呢 光透過了透透鏡之後呢 它可以內縮 內縮之後呢 就可以讓圖案縮小 變成光照上下 這是一麥多米的 它可以縮小成原來的五倍 甚至十類 那就變成怎樣呢 你的圖案不需要畫得很像 你可以用光學的方式 幫你曙光 讓你圖案變得更像 那它的優點是什麼呢 你在畫圖案的時候 所造成的任何一個誤差 經過這個系統就會縮小成五分之一 或縮小成十分之一 它給它誤差縮小 所以這種就稱之為被縮光照 被縮光照就是 將光照的圖案縮小後 投射到經驗表面 這叫做被縮光照 一般的被縮光照 通達是五比一或者是十比一 就是將光照上的圖案 縮小到原來的五分之一 甚至十分之一 轉映到光圖上面 光圖上面 所以我經驗上面如果是一麥多米 我的光照可能是五麥多米 或者是十麥多米的長度 經過透鏡之後 可以把它縮小到只在一麥多米的 這種就叫做被縮光照 而應用被縮光照絕對是使用投影式的 因為它要透鏡才能做得到 接觸式的絕對是一麥 接觸式的絕對是一麥 因為它的光沒有辦法再圍縮 因為它直接接觸了 過去光照就馬上鋪到光圖 只有投影式的才可以中間插透鏡 來控制光束的大小 可以變成縮小到原來的鼻音的時 現在都是使用被縮式的光照 所以你可以看到被縮式光照 就變成光圓跟光照之間會有一系列的透鏡 而光照到光到清源表面之間也有一系列的透鏡 使得光煞出來之後經過透鏡變成直化 打到光照出來之後再經過透鏡縮小化到清源表面來 這樣子 所以你們知道它昂貴的地方就是在於整個機械系統跟透鏡系統 非常的昂貴 它的好處是可以讓圖外變相 圖外變相 那通常這種呢 通常如果是使用被縮光照的話 就要再搭配另外一個機械叫做固鏡機 什麼叫固鏡機呢 如果今天不是被縮光照 而是接觸式的光照 光照直接 那如果是接觸式光照 光照的圖外就跟清源圖外是這樣的話 那通常光照的面積就會比清源的面積來的大 如果光照面積直接面積在小 你就冷靜了有個地方 不會被顧到光了嗎 所以如果是接觸式光照 光照的面積會比清源的面積來的大 但這個好處是你只要曝一次光 整片清源就會曝光了 它只要曝一次光就好 可是被縮光照是怎樣呢 它是將固鏡的縮小成原來的五分之或十分之一 所以照到清源表面的話 它只會變成一個清源表面的一個彈 一個相當快的一個 一個相當快 所以你看到我們現代的清源 上面有很多的經歷有沒有 每一個經歷其實就是一個被錯風照 吐下去之後會萎縮成一個經歷的大牆 所以呢你要曝滿整片清源的話 就要曝好幾次 就曝好幾次 就曝好幾次 像這個 你看 這每一個圖案就是一張光照 每一個圖案就是一個光照的圖案 然後透過剛剛講的投影式被縮光照的原理 照到光照之後 光照的圖案會縮小到這一塊 所以每負一次光 它就只會完成一個彈也曝光 然後一顆的經歷上面有這麼多個彈 可能要曝個七八十次 那直接接近式光照就是破一次整片的結束 倍速式光照就要看切顆成多少的蛋 你切顆的蛋變小顆你就會負越多 那蛋越大顆你曝光的次數就會越小 所以這種的話如果是這種的話他就需要搭配什麼 你曝光做到這麼小那請問你要曝光下一個點的時候 就是要產生一個洞我曝光它下去完之後 我要曝下一代 ias我是要這樣曝 請問我在曝的時候 我曝完這一刻 我要曝下一刻的時候誰要移動 光源移動嗎 還是微微移動 因為光學已經還是一個很敏感的系統 你都知道光嗎一直要晚一點他可能就會跑掉你 所以一般在移動的時候會是什麼 光源都是束縛在這裡 但是WAVER會移動 WAVER會這樣子之後 他往旁邊一直動一格 他就往左邊一格就覆蓋了 再往左邊一格就覆蓋了 所以在曝光的時候 光源一直在打在平的臉 是機台的底座會一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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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一動 平平均的一動 然後再動上去 就像打字機一樣 那這個 這個承載機台的機座 要一格一格一格一動的 這個機器叫做步進機 STEPPER 因為他需要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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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動 因為每步玩一個點他就要一動一個 每步玩一個點就要一動一個 那這一個 需要一動的這個載群就稱之為步步進機 STEPPER STEPPER STEP的腳步嘛 STEPPER就是步一步一步步的步進機 那之所以需要用到步進機 就是因為我使用了被桌光照 光照上的圖塊 以5比1、4比0或4比1縮小 那你就必須要 不然小朋友就要開始 下一個他就要開始 往旁邊走一步 往旁邊走一步 這樣子 所以步進機是一個非常精密的機械工具 所以需要有步進機 同時光照上就要使用所謂的被桌光照 來對晶圓的部分區域一個帶進行曝光 而光照是有什麼構成呢 光照是一層玻璃 透光的玻璃 上面固成一層金屬各 所以稱之為各玻璃 而光照上的圖案呢就是怎樣呢 把你上面的各玻璃給移除 移除到留下來的各玻璃那個圖案 就是你要擔光的圖案 你擔光靠的是各的這個金屬去擔光 那把各玻璃的地方就是透光的玻璃 就是這樣透光玻璃 那 整個曝光機 那個固晶機 是使用廢塑光照後 所以光照上的特徵之處 會比你晶圓的尺寸大很多 所以光照上的你可以畫得比較粗一點 比較粗就可以比較精準一點 比較淡比較精準 然後曝光下去之後就算有誤差 這誤差會被縮小 被縮小成五分之一或十分之一 這個樣子 所以呢 使用被縮光照比較 比製作光學的硬體的光照還要容易 因為它的線比較短 比如說我今天要曝一個 實耐盒的線塊 我如果要在光照上製作實耐盒的線塊 哇那很多好多 可是如果要出一百耐盒的線塊 在光照上就很容易做 差別在這裡 那為什麼要轉附近機 因為附近機在一次曝光裡面 只能曝光晶圓的一下子跟區 所以需要從附的曝光 直到整片晶圓都被曝光為止 就需要從附近機 一步一步的變化 一步一步的變化 所以這就是整個系統 光源經過透鏡 照到光照 光照的光出來之後 再經過透鏡 束縛到這一小個帶 所以他鋪完一個帶之後 這個平台就要往這邊移動一個 讓他繼續鋪第二個帶 第二個帶在一個帶的下面 所以鋪完第一個之後這個平台 就要往前移動一點 然後就一步一步 這樣子 整個機器平台要一直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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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這就是整個附近機 的附近機 所以整個光光機台 叫附近機 其實附近是一個戰局 就是附近 所以整個附近機 是有光源透鏡系統 跟附近系統 附近系統 改變會為光源 還有透鏡系統 跟附近機組合在一起 所以你可以看到 其實非常的整麗 整個光學系統非常的要很細緻 因為它需要對準 對準最好的較準機器就是利用光學對準 因為光子要差一點 它可以很明顯地計算出來 它可以利用下跪長往上算出來的時候 光走的路徑長的不同 所以對準最好用的就是利用光學的原理去做對準 它可以對準到最難的部分 所以對準的部分就會是用雷射 用對準的雷射去做對準的過程 反正各位而言 對於我們固態鏈的朋友我們是使用它 對於製造商人就要了解你們的步驟 因為它要去開發它 而對於我們使用製造電子體來講 我們只是使用它 所以你只要大概了解它的機制和它的原理 就夠有光源、光學系統、光照、光學系統 再到附近機的表面 大概是這個樣子 所以這是一個環境的光源系統 因為我們的曝光系統對光源、對機械、對電子系統的精密度的要求非常要理 因為它要很準、很精準 只有一格就是這個格 所以附近機的在曝光系統是最昂貴的機械 最昂貴的機械 而附近機其實後來也包含在裡面的光源 而光源是一種光光發展或者那種非常重要的一下材料 因為它有很多材料可以當附近的光源 然後這一部分我們下禮拜再介紹附近機的光源 這一部分我們講到附近機讓各位先了解 整個圍影步驟是長什麼樣 它的概念是什麼 以及什麼是被縮光照 什麼叫做附近機 接著我們下禮拜再介紹附近光光源的發展 這一部分就是圍影過程當中 大家一直在講的什麼G-Line、I-Line、EUV到現在的EUV 講的都是這個附近光光源的變化 好 我們這一段上到這邊